台湾大楼里好 我们继续要来看的是 大陆导演张艺谋 他所指导的杜兰朵公主歌剧 最近就要到台中去表演 就民进党立委陈廷飞爆料 说杜兰朵他们是有门票收益的 光是门票这一部分 预估就可以收益高达1亿8千万 但为什么咱们台湾国营事业 还要对他们赞助呢 说包括中油跟台电 都赞助至少有100万 那么另外还有台糖台水跟汉翔呢 那么为什么号称亏损连连的公营单位 要抢着帮胡志强买单呢 这是立法委员今天的质疑 那么台中市政府的回应是说 他们没有主动要求赞助 鸟超版的杜兰朵公主场面壮观 号称是史上最大歌剧 周末就要搬到台中首映 唯一爱好者不惜掏腰包 中高价位门票高达8千8 VIP票价还要1万2 都已经卖掉八成 收益大约有1亿8千万进账 但民将立委拿出资料 杜兰朵割取的赞助商 其中包括了台电 中油各出100万 还有台糖台水各出了40万 连汉翔公司都赞助20万 总共300万的补助 立委质疑怎么尽是些 说自己亏损连连的国营事业呢 为了宣传杜兰朵台中市长胡志强和台北市长郝龙斌还曾经粉末登场做宣传 难道国营事业的赞助对象也是特定挑选吗 当我们进一步要求我们要拿他们当时的企划书的时候 没有办法给 如果没有企划书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这样的活动根本就是由上面交代 我相信这个是个商业行为 而且他们是透过这个购票系统的 我相信大家是想太多了 五都选举就要到艺术表演也意外染上郑志威 三丽新闻 雅秀金 张树维 林文复 台北报道